哈喽大家好我是Sera 又回到美洲的近況更新啦 那這週有四個新聞 還有三個活動要跟大家分享 還有呢我終於明天該出門了 那我這一次比較早錄是在週六的時候錄 我平常都是週一才會錄這個美洲新聞 但是因為呢下禮拜終於可以出去玩了 八一就沒有時間拍這個美洲新聞 所以就在前幾天就是禮拜六這天就先拍了這個影片 直接進入新聞吧 那第一個新聞是再過兩個禮拜就是萬聖節了嘛 那每年萬聖節其實在加拿大都還蠻多活動慶祝的 而且還有小朋友很期待的 Trick or Treat的這個發糖果的日子 B season的疾管局他們就有推出了一個 Self Halloween的手冊 那裡面有提到說 發想更多有創意的方式來讓小朋友們來拿糖果 做一個糖果溜滑梯之類的 主要就是希望可以保持更多的社交距離嘛 以往可能會在一些賣場啊 還有像以前在EOTA那些店家們呢 他們都會發糖果 不過今年呢都不會舉辦這些發糖果活動 另外呢 AMBNB今年在加拿大和美國都全面禁止了 在萬聖節這個週末 10月30號和10月31號這兩天 訂一個晚上的房源就全面禁止 主要也是希望可以阻止大型的聚會 第二個新聞是今年的聖誕市集 還有Hunted Village都取消了 聖誕市集已經舉辦了很多年了 到了聖誕節的時候 你都會覺得說要去聖誕市集 才有聖誕節的氣氛 所以每年其實都會去 那今年也因為疫情 那他們也努力過爭取過了 不過最後呢還是沒有能得到政府的同意 另外呢在Burnaby Village的這個Hunted Village 就是萬聖節主題的活動呢 今年也沒有辦法舉行 去年萬聖節的那時候 去了Burnaby Village 我覺得他們佈置的非常用心 當天還有表演 就表演非常的精彩 第三個新聞是上週有提到 就Westchurch西捷航空 他們希望可以推出快篩的計畫 那其實從9月3號開始 Aircadda在多倫多的旅客呢 是有提供他們可以自願性的 接受COVID-19的檢測 現在已經有15000名的乘客呢 就是有做這個自願性的檢測裡面呢 99%都是陰性的結果 Aircadda的官網上 他們最近也有寫了一封信 是要給政府的信 標題是寫說 專家提議有替代的方案 可以來簡化隔離法的這個限制 這裡面就有提到說 從3月中以來 加拿大在檢疫限制這方面呢 也就是來到加拿大都要14天的隔離的這個限制呢 其實到現在都是一樣的這個規則嘛 不過呢這個檢疫的隔離這個限制呢 嚴重的影響了家行 還有他們的客戶和員工 還有整體的復甦 還有最基本的行動自由 他們希望可以有更好的替代方案 就不會影響到公共衛生 然後也可以讓大家比較有信心 可以去搭飛機的一個方案 不過在這個當下加上最近多人多那邊的疫情 又有點攀升了 所以不知道政府會做怎麼樣的決定 怎麼樣的決策 第四個新聞是 朱文哥華辦事處領務主呢 現在是採預約制哦 因為最近呢 申辦領務的民眾越來越多嘛 從10月1號開始都是採預約制 像是你可能要辦簽證啊 申請護照啊 護照換發啊 文件證明等等的 這些服務呢 現在都要先到線上去申請 如果你沒有辦法到現場的話呢 他們也有提供油霧的服務 接下來介紹的是活動 那今天有三個活動要分享 第一個活動是 每年10月呢 就是是蘋果而又是南瓜的季節 這時候呢 你就可以到很多的農場去買南瓜 可以去哪裡買到南瓜呢 像是你可以去Richmond的Country Farm Zuri的Boys Farm Lenny的Elder Acres Pumpkin Patch Chili Wack的Original Corn Mast 可以採蘋果又可以買南瓜的 Tavis Family Farm Apple Farm 不止這幾個地方可以買到南瓜 還有很多地方都可以買到南瓜 那我會把連結放在下面給大家參考 第二個活動是跟萬聖節有關的一個活動 如果你想要聽關於溫哥華在維洛利亞時期的恐怖的歷史的話呢 你就可以參加這個徒步的導覽 那他這個導覽主要會帶你走過Gast Town的一些巷子啊 然後 講以前發生過的一些故事 10月13號到10月30號的每週2456 這四天的時間門票是29元 這個活動呢也是我之前去年還有前年也很想參加的活動 就覺得可以聽到以前恐怖的歷史好像蠻有趣的 現在就是賞風季節啦 雖然到現在還沒有看到楓葉 回來到現在的兩個禮拜呢都在家裡嘛 都隔離在家裡 去年我拍了一個影片 有介紹了幾個點是很適合賞風的地方 今天呢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些適合賞風的地方有哪一些 像是Trow Lake的湖邊 Stanley Park English Bay 那English Bay那邊呢有一個Hotel 那這個Hotel呢外牆都爬滿了藤蔓就非常的漂亮 就是有漸層的色彩 還有呢UBC的校園裡面 和UBC裡面的日本庭園 這一個呢我覺得超漂亮 我去年去的時候 它外面的那個楓葉已經整片都是紅色的 還有一些是在街道上就很漂亮 就我去年有拍過的 那如果大家有去哪裡賞風也覺得很漂亮的話呢 也可以留言跟大家分享啦 接下來要分享的是加拿大目前的確診人數 截至10月9號這天呢 總確診人數是來到了178117人 那分各個省來看 魁貝克省是84094人 安達略省是57681人 亞伯達省是19955人 和VC省的10185人 VC省上週呢 單天最高的確診人數是124人 那其他天呢 基本上也都是在100上下這樣 那VC省上週有橄欖風險的地點 還有學校和班機 先講國際班機好了 分別是10月1號還有10月4號 菲律賓馬尼拉 經過溫哥華飛到多倫多的班機 德國法蘭克福飛到溫哥華的班機 國際班機主要是10月1號和10月2號的 從溫哥華飛到卡加利 還有從Helmerton飛到Eversford 這兩架的航班有確診者在飛機上 學校的部分呢 就截至10月9號這天以前呢 有60間的學校有確診的案例 在這60間學校裡面呢 SURY就佔了15間的學校有確診案例 這邊另外說一下安達略省最近的狀況 那安達略省的多仁多沃泰華 還有皮爾州呢 在10月10號開始呢 要回到第二階段的限制 為期28天的這個時間 主要是因為安達略省在上週五就創下 從3月以來呢 單天最高的確診人數是來到了939人 禁止餐廳還有酒吧內用的服務 還有關閉健身房 電影院還有賭場這些地方 那希望安達略省那邊的 大家都可以平安啦 最後呢又來到了閒聊的時間啦 那剛剛前面有說到 終於在明天要結束隔離的時間了 最近有安排了一個小旅行室 我在8月的時候有去過的一個地方 一個城市 這次呢也要再去一次 真的還蠻期待的 還有呢 我就一出去呢就要趕快去上風 那有些朋友都一直用楓葉的照片來轟炸我 就說啊楓葉快掉光了啊 你看風葉已經這麼紅了什麼的 對 今天的零食呢是 蘑菇拉麵線口味的洋芋片 這個是Trummer's Heart的巧克力 那這個巧克力是上週朋友送來給我的 在了巧克力節的那支影片呢 有拍過這一家的巧克力 這家巧克力真的還蠻好吃 而且這是抹茶口味 然後猜囉 有蒜頭醬油 胡鹽 牡蠣抽出物 所以應該會有牡蠣的味道是真的 這很香很香 他們的味道都做得蠻厲害的 就真的有蚵仔麵線的味道 有 吃起來沒有什麼蚵仔麵線的味道 可是真的是 也是聞起來我覺得蠻厲害的 骨乾本身是好吃的 好像有一點點鹹 他的包裝好可愛喔 你看他是這樣子的包裝 來吃吃看 我覺得呢 他不會太甜 然後又很有抹茶的味道 巧克力是白巧克力 那我其實自己是比較喜歡吃黑巧克力 但是這個有抹茶的味道 所以我也還蠻喜歡的 今天的美洲金康歌星就是這樣啦 那一樣要祝大家都可以平面安安健健康康的 那我們就下週見 掰掰